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那我们上节课用PDO的预处理看到了查询结果 对不对 那这节课讲一个不太常用的 但是有用到的另外一种查询结果的方式 什么呢 我们来把代码先优化一下 前面我们这条语句保留对不对 设置模式我们也留着吧 好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去掉 我们把这个打开 这个是我们过去结果的方式 对不对 当我这会有设定模式设置模式了 我这还需要吗 不需要了对不对 这一个方法可以控制所有的 以下的这两个的这个速度的格式 对不对 对来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个表格是不是就有了 嗯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不用这个去处理 看到了吗 直接使用最简单的这个操作 对吧 那最简单操作这些变量哪来的呢 它有一个方法 可以直接将我们数据表的这个字段 和某些变量绑定 获取一次 就将这里边每一行的值跟负给变量 怎么绑定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我们对象里边有另外一个参数 也就是第一个 看到了吗 什么绑定栏目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哪个栏目 第二参数呢 是一个变量 跟哪个变量绑定上 和绑定参数正好是对应相反的 绑定参数是往里边放的时候 给什么那些 参数 就问号参数或者名字参数 绑定的变量 对不对 这是把数据库的每一行的值绑定到变量上 然后我们输出 是这样的过程 用法和那个很相似 我们用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说 在这儿 我们使用stmt 我先加上图示 主要是绑定栏目 看一下使用这个函数 使用这个方法绑定 那这里边也像我们问号参数和名字参数一样 你可以按顺序去绑定 比如说第一列我给它绑定到ID的变量上 你知道第二列我给它绑定到内容变量上 当然这变量是自己名随便起的 当然跟说了跟字端对应上是不是好理解 然后年龄上第四列绑定到性别上第五列绑定到Email上 这样的话我就将数据表里面自断和变量绑定了 这样的话我使用这个函数方法获取的时候 获取一行就将数据库里的一些数据对应付给这些变量 和利丝的效果是一样 但是没有利丝的我觉得没有利丝的好用一些 对不对 也没有再好理解 能理解这问题吧 过去一行就将这一行的数据对应你绑定的和列明绑定的变量一一复值 然后我每列再输出 你看这样的结果和刚才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咱换了一种形式 来保存一下 对吧 我们这块是按数据绑定的 有可能说我们加个字段是不是就乱了 假如后期项目的 项目假如后期增加功能 有的 你有可能加字段那就乱了 那我们还可以把它改 改什么 名字参数 比如说ID的字段 可以直接不用这个 比如说内部的字段 可以直接写字段名 绑定什么变量 年龄的字段 性别的字段 还有什么 email的字段 你看一下 我们这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又是一种方式 也就是用哪种方式都可以 那我们能不能混合用呢 因为这里面不是一个文号和名字 对不对 可以 比如说这块 性别是第几列啊 第四列 对不对 名字是第几列啊 第二列 第二列 我们可以混合的绑定 也可以的 我们再看一下 这块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绑定乱了 这块改成是第三列了 你看一下 就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就是少的一列 它就不对应了 就知道吧 所以一定要对应上 你不管选择名字参数 还是用问号 就是名字参数和问号参数 或者所以 或者关联的 尽量变混合些 这样方式不推荐 所以这种方式 我就给你保存了 要么有名字 要么用什么 关联的对不对 两个选七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跟前面一样 很方便 就获取到结果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 另外一种获取结果了 对吧 获取结果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吗 好 获取总行数 获取总行数 好 没准个问的问题很好 如何获取结果里边的总行数 对不对 看一下我们有这个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获取行数的方法 他也没有参数 反馈是一个整个对不对 我想知道数据库有多少行 ICO STMT里边 加上这个方法 获取行数 获取数据结果中的行数 来我们小心一下 在下面 是不是一共26行 对不对 这就过去行数了 那说到这个问题 对吧 我这边再保存一下 那这是过去行数了 记不记得咱们原来插入数据 对不对 影响行数怎么过去 对不对 咱这是查询的 插入数据影响行数怎么过去 那咱们再改回来 看一下我把这个刚才已经保存了 去掉 好吧 这些也去掉 注释掉吧 这个 这的话我给它换成 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或者是修改数据 都可以对不对 然后 users 这个表 比如说名字 密码 年龄 性别 email 这里边 微留值 几个值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对 五个 五个万号 对不对 你刮绑定不行 还得 刮准备不行 还得什么的 执行对不对 ar 随便写几个数据 11 22 333 对 444 55 刚才我说了绑定栏目的时候 刚才绑定栏目的时候 也可以指定列的属性 就是类型 跟绑定列的是一样的 就在第三个参入指定类型 那是一样的 用的 用的地方不多 所以我们会多说 然后这块执行完一次你看 相信一下 执行好了对不对 数据 670 没有插入呢 insert insert users 名字 密码 年龄姓名email 1.345 1.345 1.345 刷新一下 好 刚才我那会刷新名之行 对不对 好 请一下 是不是这几个值 就插入进来了 对 插入进去是不是有影响行数 这里边咱们找些方法 这边哪个方法是影响行数 影响行数 影响行数 在过程化之间有 AFF ETED RW 那个函数 对不对 这里边哪个函数是影响行数 有吗 这个是获取 一共有几列列的个数 获取列的信息 列的个数的 跟那个获取行数一样 有几列值直接获取了 对不对 这个刚才能用我的是获取 查询结果的结果行数 对不对 这里边看上去没有 其实有哪个呀 也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有两个作用 看到了 获取结果行数 或如果是 怎么的 影响 行数的语句执行 语句执行 则 获取的是影响行数 你看 是不是这一个有两个作用 刚才我们用它能获取结果级的总数 对不对 查询的数 影响行数 它也可以获取 它是将别的连接的扩展里边 合成到一体 对不对 而能在别的扩展里边用的是两套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抓紧一下 是不是会影响银行 如果我这块更新10行 是不是影响10行 对不对 这是影响行数 那再问大家一问题 如何 获取 最后一个 自动 增 增 长的 ID 对 咱前边用QEY或者ESEC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在PDO对象里边有一个LAST INSTIT 用这个来获取什么 最后插入ID 对不对 而我们现在是用预处理执行的 这里边有LAST INSTIT 最后绑了ID吗 没有 那能不能办到呢 如果这个功能办不到 那么你同时向两个表插入数据的时候 两个表还是关联的 另外一个表就会被扶到前面主表的ID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 也就是对 这里边没有最后影响增长 但是PDO对象里有 所以这块记得通过PDO对象里边的LAST INSTIT 最后一个ID 看到了吧 我这块输出一下画行 这样 来我们刷新一下 上面是影响一行 对不对 下边最后增长ID是680 你看 是不是最后一个ID是680 对吧 这就是我们 有关跟一些执行与军 执行的什么 一些操作有关的东西 一个就是增删感的影响行数 插入于军的最后的什么ID 插入的ID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查询结果的结果个数 对吧 这几个都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如果你想知道列的查询与军的列的个数的话 使用哪个函数 刚才能说 这里边是有这个 对很简单 我就故意使用了 跟过去行是这个用法是一致的 对不对 最后咱们看一下PDO里边 在过去结果的时候 除了有过去这个栏目的个数什么之外 对不对 咱们能摸过去这个列的属性信息呢 比如列明表明 这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因为咱们还有好多函数咱们没讲到 对不对 如果讲到的话 你这些也都会回到 比如说这个看到了吧 对 返回跟栏目有关的结果 但是此而是实验性的 对不对 此而是表象 包括名称以及相关分的 都在未来PDF发行班上有通知 对吧 就会修改 所以你要想使用的话 风险自单 看到了吧 所以我就不详细说这个函数了 但是它可以返回一个列的信息 看到了吧 可以返回这么多 比如列明 列的标识 表明长度 是不是都可以 下边也可以写一些例子 直接传D级列 D级列的信息就有了 你想获取列的什么信息都可以 对了吧 实验我就给大家做了 也很简单 对吧 这里边 PDO的基本功能 咱们就都讲完了 因为咱们能用PDO处理数据库了 咱们的工作就可以了 对 至于高老师没讲到的那些 怎么办 有可能就是不太常用的 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自行研究一下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